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白星期的 我帶你示範的關卡是 光顏星 奢華山 這個這一關來講會反擊 所以我們不要做全體攻擊 這是做攻擊珠 然後流星珠 應該就是這樣的一個tempo就好 然後一次指定一次就好 全體攻擊基本上會虐自己 記得齁 邊打邊補他 好像現在是屬一個 應該也可以說是斷星的狀態 比較小心一點 有啦 有星出來的幽靈有 沒注意到 這邊做個星出的補血 先殺一隻 這一下來講不會被反彈所以不影響 一樣 這邊我差點做到五眼珠 所以我換個方向轉 我只要不要做到全體攻擊應該問題都不大 這樣腳比較快 噹 好 有星出補血 你基本上就不會死 不要做全體就不會死 好 應該OK吧 這樣看起來應該OK吧 好耶 這邊就有一個小小的跌柱 這邊就有一個小小的跌柱 噢 噹 噹 好 先去補血喔 這個是問號服飾 這個是問號服飾 轉 就是轉之前 稍微把它藏起來 轉之後才現身喔 好 這邊算是小小的一個失誤 不影響喔 不影響 因為用我們的轉珠技術而言 這種小小的失誤 基本上是可以容許的 好 做了一個多重跌柱 看得懂就看得懂 看不懂就好 就看不懂 有些疊疊 有些時候疊疊是要靠一點白 有斷心嗎 沒有 星出稍微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星出的位置 好 飛上好 還是沒有斷心 不過我們不用急著把星轉掉 因為現在是滿血狀態喔 欸 飛上好天 這樣子都把它吃掉齁 看出我故意留了齁 為什麼 欸 就 就隨便留了 好不好 這隻傷害 四件多 基本上就是等於是秒殺我們 10滴血 所以五回合 五回合都要打到他 五回合 而且星珠喔 星珠 假如你沒有消灰回復他的 HP 所以我建議各位直接把新珠全部弄掉 讓他沒機會有新珠 既然沒有新珠我就不怕他什麼 新珠扣血的東西了 他用新珠補血的問題啦 找錯 那一個暗爐 只要沒回合光暗爐回合就可以了 看一下齁 好 因為下一關是無屬齁 所以重複屬性太多你要把他消一下 先替下一關做破 再兩滴他就再見了 那我們就是 欸 我要消光暗的 現在光太多了齁 這個木屬也蠻多的 把他消一下 然後這一回合你就可以關掉了 好 這回合就可以關掉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一回合就可以把他KO掉了 然後下一關他是無屬盾齁 無屬水 火 木 光暗都有 所以我可以直接關 沒關係 好 關的目的呢 就是 讓他的珠子齁 比較平均 看一下齁 我們攻擊力要達到 個十百千 一萬九 齁 一萬九還算可以接受 那這邊就是做一個 算是疊住的動作 好 我也要 沒跌好了 水 我們再疊一次齁 那現在我就直接做一波了齁 欸 非常好 暗示沒做到齁 做了一個天獎 齁 所以記得下次 疊住之前要看齁齁 我剛剛沒有注意看齁 不過沒關係啦齁 因為CD4回合來講齁 是怕卡珠啦 只要沒卡珠 你做好疊住一波就可以帶走 好不好 好 以上是這個聖華山的示範 謝謝大家 掰掰 pay 2017便的討厭